一千年过去了 这世间的事情还是如此无趣 找不到一件有兴趣的事情 这 这是什么游戏啊 哦 刺激战场 这个呢 王者荣耀是吧 我玩玩 给我 给我玩一下 愣着干嘛呀 游戏我玩了 你去听快川呢 沈瑞渊当然看出 她不是食人生魂 强占身体的恶鬼 只是她一直把这丫头 当成沈家的小辈 不料她既不是沈家子孙 也不是那所谓的养女 她竟是个与沈家毫无关联的人 而她从未与自己说清身份 这让她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可如今想想 这小丫头也不是刻意隐瞒她 她从未问过她的身份 她自然不会主动跟她提及此事 南巡听到别哭了三个字后 微微一顿 然后继续哭 眼睛又肿了一大圈 边哭边控诉道 你都不要我了 我想哭你管得着吗 让我哭得喘不过气 你口气憋死算了 这样我也不用看你熊巴巴的样子了 沈瑞渊有些头疼 下一刻 她呼得上前一步 直接将小丫头抱住了怀里 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是老祖错了 老祖不该不认你 南巡 哇的一下 哭得更大声了 连忙抱紧了她的腰 老祖 你终于肯认我了 沈瑞渊恩了一声 声音温柔低缓 啊 莫哭了 眼睛都肿了 南巡不哭了 可还是一抽一抽的 眼睛都肿得快睁不开了 她将头埋在沈瑞渊的怀里 不想出来 因为这个样子 没法见人 沈瑞渊也没推她 等她平息下来 才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好了 啊 南巡将自己的脑袋 从她怀里拔了出来 吸了吸鼻子道 老祖 还有件事情 你也骗了我 你说过你从来不收徒儿的 可是 你收了沈光平 你却不收我 你自己说 你是不是骗子 你这么骗我 我骗你 啊 我和沈家有些牵绊 在沈家后代里 收一个弟子 只是为了全一个因果 南巡 嗷了一声 然后仰起小脸 萌哒哒的 直勾勾的 瞅着她 哦 那 老祖要走的话 会带着我吗 我想跟着老祖 她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老祖 要换个地方住 她不喜欢这个老宅 沈瑞渊 微微一笑 柔声道 哼 老祖以后去哪儿 都带着丫头 这个是你说的啊 以后去哪儿都带着我啊 骗人的话 就 就是小狗狗 沈瑞渊 有些忍俊不禁 果然是小孩子星星 忽儿想起什么 她眸子一闪 问道 丫头 你真名叫什么 南巡微顿 立马问小八 亲爱的 能告诉我家老祖 我的真实姓名吗 呵呵的 说的这事 你没干过似的 我记得 宝君那个世界 你隐姓埋名 就是用真名啊 哎 还我家老祖 明明跟你一毛线 关系都没有 这丑不要恋 沈瑞渊见南巡 犹豫 眉头微微隆起 怎的 不愿意告诉老祖 真名 南巡连忙摇摇头 凑到他耳边 小小声的道 老祖 我告诉你 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啊 我本名叫南巡 百里西流见底青 韶花平夜与心情 南巡 南巡骨客周中市 西塞人家水上耕 南巡在我们那儿 其实是一个地名 我母亲喜欢这个巡字 所以给我起名叫南巡 沈瑞渊 默了默 突然道 你命中缺水 这巡本是个好字 奈何偏偏姓南 南巡南巡 谐音难得巡道 这寓意可好可不好 世间南巡的是珍宝 可若人是南巡 伤的是牵挂你的人 南巡不禁正主 默地盯向她的眼睛 沈瑞渊见她神色有异 微微笑了笑 哼 所以你不要在意老祖 刚才说的话 南巡突然又抱紧了她 眼眶有些发红 你这丫头 怎么又哭了 沈瑞渊的声音 宠溺中带了一丝无奈 我也不想哭的 可是我一难过 怎么眼泪就止不住呢 沈瑞渊轻轻揉了揉她的后脑勺 以后有老祖在 不会让别人欺负了你 有什么委屈 你就来跟老祖说 老祖给你撑腰 南巡 闷声点了点头 小宝 这个沈小柔 是个爱哭鬼吗 还好吧 就是泪线发达了一些 南巡 再次见到温柔的老祖 心情非常好 抱着老祖不要脸的 撒娇撒了很久 等到从老祖的书房出来 他不埋着头走路了 腰杆也挺直了 还高兴地哼起了小曲 亲爱的 你人设崩了 崩就崩了呗 就算他们知道 我不是沈小柔 又怎么了 有老祖给我撑腰 他们敢把我怎么样吗 有老祖撑腰牛掰啊 瞧你这德行 如今 老祖知道南巡 不是沈小柔 所以南巡 怎么帮人设 怎么放飞自我 都没关系 于是 他可以随便浪了 沈小云 看到南巡回来时 眼睛红肿 有些担心的倒 小柔 那位老祖是不是训你了 南巡在床上打了个滚 顶着两个大核桃眼 笑黑黑地道 不是不是 我就是见到老祖太高兴了 一激动我就哭了 小柔 你见过这位老祖吗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我看到沈家的那些长辈 都很怕他呢 还有 他为什么穿着一身古装 又不是拍电影 不过 他长得真帅 就是 就是给人一种 很奇怪的感觉 他走到你身边的时候 我离得近了些 就感觉很不舒服 而且 我不敢看他 有点怕他 啊 他有那么可怕吗 老祖其实很温柔的 小柔 你是不是 是对温柔这个词有误解啊 南巡 以手垂床 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 沈家众人 便离开老宅 各忙各地去了 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这些沈家人中 其实很多已经将风水 当成了副业 他们更多的是做生意 凭借一些风水上的优势 他们将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 在商界 都占有一席之地 唯一主稿风水的 是沈光碧 他老子沈宗耀 他是中部这一片 很有名的风水师 众人离开后 南巡和沈小柔 也回了学校 走前 南巡依依不舍地 跟老祖挥了挥爪子 甜甜地道 老祖 我会想你的 沈瑞渊淡笑着 朝他也挥了挥手 丫头 我也会想你的 那柔和的表情 宠溺的语气 让老宅里的一群人 惊掉了下巴 老祖 有你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